有說他要認真的嗎?那種 這個的話好像還好 通常都是怪別人 怪別人 他是怪怪怪啊? 怎麼個怪怪怪法 他是怪自己人嗎?連自己人也會怪 喔沒有喔沒有 我們跟他根本不是自己人 他就是個外人 他是誰啊?他哪位啊? 他就是來怪 像我們那時候4加1 1就是他 1是怎樣路人找來這樣? 沒有他是 余寧他朋友好像在 D卡上面發瓦羅蘭文 就是要糾戰友 然後出現的一個人 喔 就剛好看到他然後就找他來 余寧就說 就去咬他 然後就變那樣 然後他就怪你們 沒有就是像因為我不是很常 很常 很常臭余寧嗎? 就嘴或臭這樣 然後可能我死掉的時候 就有一局是 沒有沒有有一局是那個 極地嘛 極地他我們進A點 那他回放從後面 然後余寧那時候跟他 兩個人還活著然後他只有 對面只有一個 然後那時候他走那個A點2樓 從後面的 然後 我那時候我就在後面對 我就說 我就說 欸後面有人 然後我就掛了 然後掛了之後我就說 後面有人之後 極寧就去看後面 可是他是走下面嘛 所以他沒架上面 他是走下面那個 然後接那個A點進來那個 還沒進點的那個 就是人家 防守方會前推的那個 懶神那裡 然後他是從2樓 然後那時候就 就有聽到他的聲音 可是余寧沒有 那時候沒有講說 欸2樓2樓這樣 然後那個Pan就死了 然後Pan死了之後 後來有贏了 後來有贏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我就說 阿余寧 你看到人在 在哪邊你要說啊 然後本來他都很安靜 我一講完這個 那個Pan就說 對啊要講一下吧 之類的 這樣就是會 會有點像是 負荷 然後之前那個秉瑞玩的時候 他就 秉瑞就很不喜歡他 因為秉瑞有一次打煙 幫他打煙的時候 他可能 可能 因為你是在戰場的另一邊嘛 你不可能就是很 很清楚的去知道 他看到的是什麼 那秉瑞就是那時候 就要幫他打煙 可能就是他們可能要前推 或什麼的 然後就幫他打煙 然後打煙完之後 然後 打煙完之後 原因就是 那個 煙一下 然後那個Pan就說 喔幹這煙是沙小 這樣子 喔那 他講第一句 頂了就不行了 還是 講了很多句了 這個我就不清楚 你可能要去問頂了 喔喔 沒關係 欸 他怎麼辦 缺一個人 哈哈 哈哈 體驗 還是我剛剛網上看 看他念多乖 我是不太想再體驗一次啊 喔 就算 我只是覺得可能蠻好笑的 可他現在好像沒有上線 他前陣子有咬我 但我就都沒有 都沒有理他 他現在沒上 Pan 嗯 他現在沒上 名字確實還蠻屁眼的 欸沒有啊 剛剛中平那位說他等一下 他等一下會上 欸不知道 已經等了一個小時 他的等一下是 酷 酷 酷 我問他 我問他 他說他在大便 哇 那就等他吧 反正我還要幫夏花開門 夏花要回家了 沒有你就先開好門 然後放夏花回家 他結果不是夏花開門 那等一下進來的不是夏花 那就是你第二個女朋友 那你可能就會看到我 遊戲突然不會動 然後隔天我上頭條 只有我的頭 只有我的頭上頭條 就這樣 就那個衝出去的時候 死掉 然後剛好那時候 你大家 然後大家都以為你是在做做效果 殊不知你就再也沒有回來 就F殼然後斷線 我一開始還很有精神 跟那幾個人聊完 我他媽想要想睡 精神內好 真的說我好想笑 但我笑不出來了 他那時候在講一些 好笑道 笑壞你的快樂心 確實快笑壞了 我剩他不注意的時候 在幫我的心臟打氣 我曾經試著救活的快樂心 ёт 他牛發 那張 website 這張是就不怕掉了 反正你有一場的 非常擔心 記錄了 我本來就不在乎我的牌位啦 喔 不在乎 那今天下午剩下最後一場的時候你就應該去送單子了 就剩 就剩那一場也不是說 就剩那一場就趕快把它弄一弄嘛對不對 欸不用啊 反正你不在乎 我是不在乎啊 但如果能好看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想要讓他好看 對不對 再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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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